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前面看到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那么他宣称我是生命的粮 在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 所以他在这里第九章就要医治一个下眼的人 在十一章耶稣提到我是复活和生命 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和生命 在十一章之后就提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 这个是约翰福音特别的记载 他也在显明透过神迹显明耶稣 他自己身份的启示以及他的教导他的讲论 那么这里第九章提到的是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 医治瞎眼的使人看见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这是专属于上帝或者弥赛亚的工作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 这个过去是指走路经过的时候 第九章是什么时候的时间没有特别的记载 第八章提到耶稣躲避这些原本信他的犹太人 后来要拿石头打他 躲避他们就离开了 应当还在耶路撒呢 但过了多久不晓得 耶稣在路上走路 看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 门徒就问耶稣说 拉比这人是生来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在这里有一个观念要来补充 世人 这个疾病跟死亡 是因为罪入了世界 所以疾病跟死亡确实是因为罪 这个叫做一般性的关联 关联 我们会生病会死亡 确实是因为罪入了世界所造成的 那在另外一个叫做特殊的关联 也就是说呢 有一些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一些 就是当人生了一些病 是因为他犯了一些特殊的罪 但不是普世性的这样来应用 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他犯了特殊的罪 比如说在民宿记里面记载 米利案呢 因为反叛摩西的权柄 他立刻得了麻风病 或者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提到 圣餐 不按理吃足的饼喝足的杯 所以保罗就说在当中你们有些人患病 甚至是死的 所以在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是有这个特殊的关联 不过呢 在当时候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认为所有的病或者一些残疾 都是有特殊关联 所以他们就看见这个生来是瞎眼的 他们不是起一个怜悯的心 他们反而想到的是这些门徒 想到的是一些神学上的问题 这个人生来是瞎眼 是谁犯了罪呢 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 他们认为有些罪 会通过父母来传给孩子 结果耶稣的回答 让他们很吃惊 耶稣回答说 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耶稣的这个回答 我想如果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听见 他一定会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因为他生来是瞎眼 等到他知道他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这样的人是犯罪的 他的父母也被嘲笑 他也被嘲笑 而且这样的人是不洁净的 差不多他的宗教生活 社交生活完完全全的被禁止了 所以被隔离了 大家也不喜欢看到他 不喜欢碰到他 甚至大家是歧视他 嘲笑他 结果他说 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接着耶稣继续说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趁着白日 耶稣的意思是说 趁着还可以工作 还可以传福音的时间 我们显然是指 耶稣跟门徒 他在告诉门徒 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功 就是天父上帝 要我做的事 当然后来我们看到 他要做的事 就是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 就是使他能看见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黑夜将到 这个将到 让人感受到一个紧迫 就是逼迫快来 这个黑夜特别是指的 耶稣被钉十字架 就十字架的逼迫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这个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特别其实是在暗子 当不是说将来神的工作都没有办法进行 特别是指着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门徒那一段黑暗的时期 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跟门徒说 我们必须趁这个时候赶紧做 拆我来者的功 就是医治 特别在这里要显出神的作为 在这个瞎眼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第五节耶稣宣称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所以他现在要把这光给这个匣子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或泥抹在虾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你往西罗牙池子里去洗 西罗牙翻出来就是凤差遣 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或泥抹在虾子的眼睛上 这个举动 为什么耶稣用这个举动来医治这个虾子呢 事实上耶稣只要吩咐就可以 耶稣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说一句话就可以 甚至耶稣有比较多摸一摸 其实就可以 但是在这里耶稣用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动作 我想学者认为至少可能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这是一个具体的医治的动作 让这个虾眼的很清楚知道 是耶稣医治他 而不是如果耶稣只是吩咐一下 可能对这个虾眼的人没有那么具体 因为后面呢 这个会十三节之后就引来了一连串的讨论 针对这个生来虾眼的人 得看见引发的一连串的事故 所以是要让这个生来虾眼的人 很清楚知道耶稣医治他 第二个呢 尘土在创世纪 圣经记载上帝用尘土找了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也用尘土 好像重新创造 这个生来虾眼的人 他缺缺 他缺乏的部分 再次使他的眼睛完全得一致 可以看见 那么另外呢 这个口水就是身体的排泄 犹太人认为月经也好啊 或者是梦仪也好啊 口水唾液啊 人的体液 这些是被视为不洁净的 尘土是物质上的 脏的应当洗手 应当洗净 那口水呢 是不洁净的 但是耶稣在这里彰显了另外一个神圣的权柄 也就是说这些好像是污秽的 但是我可以来翻转 逆转这个污秽治你 就好比那个麻风病人碰触耶稣 应当是按照他们的理解 应当是耶稣不洁净 却是使这个麻风病人呢 洁净了 得洁净了 所以在这里可能有这几个意思 特别这里第七节 他说你往西罗亚池池里去洗 作者约翰 他还特别补充说明 他说西罗亚翻出来 就是凤财浅 那么耶稣一再强调 他就是那个凤财浅的 所以这里也暗示了 就说你去西罗亚池子洗 就说不是西罗亚池医治你 是那个凤财浅的医治你 而耶稣就是那个凤财浅的 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回头就看见原来的意思是说 他就能看见的回去了 他的灵色和那树长见他是讨饭的 就说这不是那从前作者讨饭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 又有人说不是 确实像他 他自己说是我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对当时候认识他的人 他是生来瞎眼的 他今天居然张着眼睛在那里走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看起来很像 不过我认识的这个人他是瞎眼的 所以有人就说 这个就是他 那另外有人说不是了 是像他 因为这个人应当是瞎眼的 不可能在那里走 就他听见了这个瞎眼的得意志 他听见人在讨论他 他自己就向他们说 就是我呀 我看见了 第十节 他们对他说 那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你怎么能看见呢 十一节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或你磨我的眼睛 所以这个举动确实是让 这个生来瞎眼的他感受到 是有一个医治的过程 有一个戏剧化医治的过程 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 辞职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因为耶稣用唾沫或女 抹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眼睛身上的时候 是吩咐他往西罗亚辞职去洗 耶稣他们当然就离开了 所以事实上 他听到 他知道耶稣 这个名字 他没有看过耶稣 因为他是到辞职洗完之后 眼睛才看见了 那么这段经文 是七个神迹里面的 其中一个 是第六个 每一个约翰记载的神迹 有一个特别要表达的意思 当然这里是回应 八章十二节 耶稣的宣称 我是世上的光 在耶稣一致瞎眼的 这一个事情上面 他自己也宣称在第五节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借着这个一致的神迹 让瞎眼的得看见 证实他是世上的光 而我前面讲 使人眼睛得看见 这是上帝 或者弥赛亚 专属的能力 所以这里也透过这个神迹 显示他的身份 他就是那个弥赛亚 甚至他就是上帝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很特别的概念 许多的人认为 在当时候认为 这个生来瞎眼的呢 是他犯了罪 或者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耶稣却说 是要在他的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来 我想前面提到这句话 对这生来瞎眼的人 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事实上对我们 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会有很多的困窘 很多的失败 很多的挫折 有很多确实是 我们自己犯罪 得罪神造成的 可是当我们悔改 回转向神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些 痛苦悲伤困窘的过去 交在神的手里 而神要透过我们这些 痛苦困窘的过去 成为见证神的经历 我们好比在澳洲 有一个人叫做尼克 他在一次的演讲里面 提到说 他的演讲非常多人 上千人上万人 在听他演讲 他就说 你们今天为什么 要来听我的演讲 为什么你们特别 要来听我的演讲 因为我生来没有手没有脚 当然这个尼克 他自己也分享 他从小的时候 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手没有脚 他很痛苦 甚至他想要自杀 他也很难过的分享 说他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 因为他没有手没有脚 他非常非常的伤心难过 但是后来 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他知道神要在他身上 显出他的作为 他明白神的心意 他把他这一个残缺 交在神的手中 以至于他有一天 站在众人面前 他宣称 你们今天为什么要听我 不就因为我没有手没有脚吗 而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上帝是真实可信靠的 愿意神帮助我们 我们的一生会有很多的懊悔 困窘 黑暗 伤心难过 有一些是别人造成 有一些是真是我们自己软弱造成 但是盼望在今天 我们愿意把他交在神的手中 神要使用我们这些痛苦的过去 彰显他的作为 我们认识一些更生人 他们过去在黑暗中 在痛苦里面 在软弱里面 后来他们从这痛苦里面 蒙光照耀 走出来 他们像这些在迷途中的青少年 朋友跟他们说 你们回头可以像我一样 有丰盛的生命 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 神的作为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困窘 神可以使用这些困窘 使用我们的失败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